哈囉各位觀眾大家好 今天想跟大家聊聊一部7月唯有在追的番劇 我們的重置人生 故事講述了在16年我們男主今年28 由於公司瀕臨破產一事不成的回老家 大家別誤會男主之所以這樣 並非因為他和某些男主一樣沒路由 純粹就是因為職場工作運勢不好而已 然後因為一個誤會結識一個公司副長的紅髮妹 然後因緣際會下他就進了他的公司 這邊說一下男主是從事遊戲業的 他主要是監製聯絡各個部門 進了公司他也一直表現很好 只是無奈 就這樣他又再次回到老家 當我看到這時候總覺得哪裡怪怪的 一樣是有必要再演一次嘛 這次男主的躺在家中 一覺醒來他就發現自己的妹妹穿的國中制服 還以為他在玩cosplay 卻發現自己的寶貝青小說少幾集 像是臨時什麼 我的朋友很傻 學戰都市等等之類的 呃這些作品呢 我相信有點致力的二世紀人都不陌生 欸等等 16年啊 還好他沒買叢林開始的疑世界 再問那本去哪裡了 經過一連串的確認 南土確定他自己穿越回到十年前 沒錯這又是一部穿越劇 所以標題才叫我們的從事人生 十年前南土正面臨一個人生選擇 那就是大學要去讀藝術大學還是普通本科 之前他是毫不猶豫的選擇了後者 如今他後悔了 他以為是看到這所藝大有好幾個跟他童年 被稱為白金世代的都出人頭地 如今他也想加入 於是還再來到了慕名已久的藝術大學 在這裡他跟一伙人合住一間房子 成員有藍毛黃毛編劇還有男主 啊名字是什麼現階段不重要 就這樣他們一起去了學校上課 聽到戲所住教夏馬偉 介紹這一行產業前景有多爛實 男主還深信自己有著多年的工作經驗 與其他同學相比是很有競爭力的 直到他發現部長居然是他的同學 編劇男可以一邊夢作弓一邊回答老師的問題 男主還覺得不能大意 與其他同學相比 說不定自己的相關知識很少 所幸他背上還有一個什麼都做不好的藍毛 他的話語給了他一點安慰 但也沒持續太久 看到他的話後 他發現未來會被稱為白金世代之一的 就是藍毛 本名字野雅貴 出道一名秋倒失諾 是不是很噁手啊 之後的日子就是男主和他好夥伴 在學校一起合作 完成學校的作品 跨解對上的矛盾 展現了他超靈的工作能力和技術 幫同伴一一克服難關 這期間同伴也對他越來越信任 喔對了 藍毛基本上對男主就處於白給自帶好感度那種的 初次見面他就和男主睡在同一張床上 現在的黃毛沒事就會找男主練習歌唱 希望他能夠精進自己的歌聲 因為他真正想成為的是歌手 而不是演員 然後呢 目前截止第七集 我覺得最有爭議的地方來了 在一次笑境上藍毛跟男主一起逛 然後男主莫名其妙就昏倒 雅根就差點接吻了 男主接到一天用電話說社團邀請的歌手嘉賓缺席 那你也猜到 這就是黃毛表現的機會 可是萬萬沒想到的是 這開唱 我差點就從椅子上摔下來 前奏一聽就覺得死成相似 見感不妙 繼續聽下去也沒想到 這製作主真敢這麼玩啊 2016年有一部不管是日本韓國乃臺灣甚至歐美都造成一股社會蜂巢的動畫 這部動畫就叫梁公孫日的憂鬱 所有其他的影響力啊至今能夠比得上他的動畫 恐怕數都數得出來 輝葉姬的書記無什麼啦 很多人在魔法 那是因為你沒看過梁公孫日所造成的現象 與當時的蜂巢現象相比 根本小無見大無 其中梁公最好聽的插入曲當屬這一首 Garten Ops 如今他們竟然老歌仇唱 我卻覺得震撼力完全不及當年 不只是歌手的表現 各方面動畫各方面 跟當年都有一段差距 我真的覺得他這裡主要針對的群體就是看過梁公的人 不管是一開始的觀眾先冷後熱的反應 還是女方穿著圖的制服代當處障 大學的校信背景 原本要上台的處狀況 這明顯就是抄襲啊 我是說真是明顯就是借鏡啊 然後這此事的一集 那我震撼的地方還不只是這裡 黃貓演唱很成功 這讓他找回了對唱歌的自信 因為之前男主義在幫他練習 這樣找他分享這份喜悅的時候 卻撞見了這一幕 演唱後的孝慶兩人接吻 還有一名曖昧對象不經意的看到這一幕 感覺像不像十年前這一部啊 哇靠這動畫居然短短一集就一直抄襲 我是說一直接近名作 就算你說接吻這裡不算好了 演唱會這裡也絕對難辭其咎 太無恥了 我本來想這樣大聲呵斥了 但我後來想想 男主是從2016回到十年前 也就是說2006 2006也就是涼宮春日開播的那一年 在春日開唱之前 娜娜就把這首歌唱了 所以這樣就不算抄襲了 原來還有這一招喔 再一下服了 這就是我們的重製人生 到第五集的劇情 這次動畫完結 我也把剩下講完 請大家不要誤會 雖然我剛這樣花式吐槽種種接近 但這動畫品質還是相當不錯的 第一集就50分鐘 真的看到製作組滿滿的誠意 有點類似於白箱 你會學到這行的各種相關知識 但又不會太硬核 讓不感興趣的觀眾退坑 撇除上那些 這應該算是很有意思的青春笑容劇 有社團有客業有戀愛 有很多人反應動畫劇情太趕了 我並不是原作黨 所以無從比較 但個人改想 覺得目前動畫看下來還好 好啦 喜歡這影片幫我按下訂閱和關注 我是藍瘋 下期再見